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死亡率我记得当时说真的飙寒 好像100个里面 如果是末期的那些 都97个不在 当时听到这些说就听到没了心机 当医生跟你说 先生你患的是末期肺癌 这一刻你会绝望 还是觉得还有希望 其实我病发的过程也挺有趣 我在正生日那天 我要追巴士 追了可能10-20尺 上巴士突然觉得窒息 个人好像不能呼吸 车到荃湾的时候 我去了医院看 那时照了一张X缸 医生说你整个肺白了 David在2013年确诊肺癌 当时他52岁 虽然他不医不走 也没有家族遗传史 但是一确诊的时候 已经是末期肺癌 当时也很晴天悲哩 他告诉我末期 是基因特变 没有办法做手术 我最记得这个最要命的 因为当时以为有癌症 就怎么也做手术 切掉 就告诉我 其实你都没得医 甚至乎是死定的 David不能够做手术 当时医生给他的治疗方案 是建议他复食标靶药 他13年复食第一代 直到近年 他开始复食第二代药物 由他确诊到现在 他延续了8年的生命 可能很多人一听都不相信 在第四期肺癌病人里面 其实 脑转移都是一个 很通常见到的东西 大约有六成多的病人 在第四期肺癌里面 都有脑转移 而在ALK肺癌病人 是吃了第一代 标靶药之后 都有三成多的病人 是会之后发生 脑转移 在脑转移的情况之下 有很多种治疗的方法 而其中一个 就是开始吃第二代标靶药 加上 虽然第一代和第二代的副作用差不多 例如眼梦 吐舍 作呕作门 或者有水肿的迹象 但在临床上 第二代标靶药的副作用 是相对比第一代少 当病人有脑转移的时候 很多时候可能会有头痛 作门作呕 说话可能不清晰 甚至手脚麻痹 严重起来可能会抽筋 所以一有这些症状的时候 要尽快看医生 医生就会和病人商量一下下一步的做法 有了标靶药的确是延长了很多人的生命 因为我经历过有标靶药和没有标靶药的年代 我记得我开始有事的时候 看到没有标靶药的那些 就真的很快死了 当时那个处境就是这样 很害怕两三下就像其他病人那样 走了去其他器官 被癌细胞扩散 然后就有生命 当时吃这些标靶药 去到第二代的那些 通常是关注什么呢 就是腦里面 是特别的标靶药 在腦里面就会保护着 就是腦尽量的癌细胞不要过 在临床试验里面 他们发现到 在用第二代标靶药的时候 他的腦里面的肿瘤的控制情况高达七成 腦里面的肿瘤的控制无恶化传户期 是高达十八个月 而第二代的标靶药 他用了之后 将全新的肿瘤控制的情况 他的无恶化传户期可以高达三十几个月 所以现在很多时候 病人都减少不做电疗 而用第二代标靶药 去控制全新的肿瘤 包括腦部里面的转移 我吃了标靶药 到现在都吃着 因为标靶药是令到我自己 行得走得 基本的一些做人的质素 我都可以做到 现在就出街 最近还可以 脚有事 但都被我练到 可以去行两个钟头山 我真的很感恩 从小到大 可能只是为了生活 找到钱 住屋大 直到我有病之后 身边这些太太 或者兄弟姐妹 原来是这么重要的 一定要珍惜 在有生之年 你有缘分和另一半走在一起 除了David这个个案 姚医生都曾经见证过 很多其他的个案 现在这一刻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其中一个病人的故事 她是一个七十多岁的婆婆 她已经有这个ALK型第四期肺癌 她吃了第一代标靶药都很一段时间 而控制得不错 但隔了年多之后 发现有脑转移 当时那一刻她是很不开心 因为她的孙子刚刚出生 那一刻就和病人商量下一步的做法 有想过可能考虑做电疗 或者吃第二代标靶药 但因为病人真的不想有电疗的副作用 而其中一个副作用就令到自己的记忆一样 她不想忘记自己孙子以后的样子 所以她就选择了吃第二代标靶药 她吃了第二代标靶药之后 副作用一点都不多 而且还可以做回自己喜欢做的事 就是臭酸 之后她吃了两年 现在继续吃着 她的中楼在最新的一个正电子电脑掃描里面 是完全消失了 所以她现在继续吃着标靶药 过着她开心的生活 想在这里和所有ALK肺癌的病人做一些鼓励 因为在现在这个时候 现在新一代标靶药副作用真的比较少 而且她可以延长无恶化存活期 希望大家可以过一些正常的生活 所以千万不要放弃 一起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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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